13件由族人拍摄的照片 记录着母亲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不管是带孩子的辛劳 还是和家人一起的甜蜜互动 呈现出母亲温馨的每一刻 其中第二名的作品 更是在生病时 穿着达物族传统的服饰 在孩子们的陪伴下 露出人生最后阶段难得的笑容 那我妈妈也因为生病之后 再也没有穿过这个传统服饰 所以我跟我姐姐就讨论说 那我们让妈妈跟爸爸再穿一次 拍一张纪念照 所以那时候我妈妈的笑容是 就是我觉得在她生病期间 我们从来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 所以才会有这一张照片 由告示圆明会举办的Kina摄影竞赛活动 历经30天层层审稿讨论 最后脱颖而出的作品 因为真实呈现出族人的日常生活 备受关注 于是特别举办展览 让大家一起感受母亲的伟大 第一名还有一万元的奖金 更让冠军的参赛者感受到人生难得的巅峰 从小说到现在都是倒数第一名 怎么会突然人生就到了巅峰这样子 这个影像展本来没有要办理 是因为这个照片在网络上 人气太旺了 所以我们想 那刚好我们这个空间可以来简单办个展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影像全部输出 展览就位于左营眷村的原创基地 所有获得肯定的参赛者排着一列接受表扬 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里 有泪水也有欢笑 都可以从照片和参赛者的反应中真实的还原 也让到场的民众和代表 看了之后都有不少的感动 这几张作品每一张都是非常的精彩 每一张作品都有它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相信今天虽然是一小步 但是未来一定是更多更多的大步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 原来住在都会区的一些老妈妈们 他们所牺牲奉献努力 那今天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 就是说这个对拍摄的一些影像的一些的 那我觉得利用在利用这个场地 我觉得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 每一件都有充满充满很多的一些故事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希望能够 持续鼓励我们的族人 能够透过相机 透过简单的一些摄影器材 能够去记录部落的故事 部落的感动 从7月15号到8月31号 每周二到周六 上午9点到12点 以及下午2点到4点展出 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顺路前往观赏 不但能够感受到母亲的伟大 更能够对原民文化 有更深入的了解 记者肖玉轩 郑光沛 高雄报导